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呢我们要求单边极限 我们要求根号x的平方减25 加上6这个函数的极限值 当x趋近于5从5的右手边逼近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函数在5这个地方的右极值 当x非常非常非常靠近5的时候 从右边逼近5的时候 函数的值会趋近于什么样子的一个数值 好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其实是两个函数相加 一个根号函数一个常数函数 好我们注意虽然我们现在求的是单边极限 但是在前面一节所讲的所有的四则运算的法则呢 都可以运用在单边极限上面 那现在如果是两个函数相加的极限值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个极限值分成两个部分 变成两个极限值相加 好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极限值 当x趋近于5从5的右手边逼近的时候呢 现在x是怎么样是比5稍微大一点点 x是比5大的话呢 x的平方就会比25大 非常非常接近25但是比25大 所以我们知道x的平方一个比25大的数字减掉25的话呢 那这个根号下面的值就会是正的 好那我们现在外面是根号2是偶数的一个次方 所以呢在根号下面必须是正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前面一节的极限值法则呢 把这个极限值搬到这个根号里面来 也就是我们可以先求x的平方减25的极限值 求完之后我们再对这个极限值的值呢 开根号 好这样子的话跟前面先开根号再取极限值 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在根号里面 的极限值怎么求 在根号里面我们有x的平方减25的极限值 这个极限值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那两个函数相减的极限值就是这两个极限值相减 那就是这两个函数的极限值相减 所以第一个极限值 极限值25的极限值25是一个常数减数 当x趋近于5从5的右手边逼近的时候25趋近于什么 2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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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趋近于25是不是 常数的极限值就是这个常数的他自己 所以现在呢根号下面其实是2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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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面这个例题我们要求 x-3的绝对值分之x平方减9 这个函数的右极值 它在3的右极值是什么 当x趋近于3从3的右手边逼近的时候 这个函数的值会趋近于什么 它的极限值等于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先观察一下这个函数 长什么样子 你看在分母的地方 x-3的绝对值 那我们再观察 我们要求的是x趋近于3从3的右手边逼近 什么叫从3的右手边逼近呢 意思就是x现在是一个比3大一点点的数字 x非常非常靠近3 从3的右边逼近3 x比3大 非常接近3 好 那我们观察这个分母的部分 x-3的绝对值 在这个绝对值里头 如果x是比3大 那么x-3 那么x-3 一个比3大的数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把分母的定义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重新把分母写成x-3 那这时候我们同时把分子分解一下 发现x平方减9 也就是3的平方 就是x加3乘以x-3 这时候 因为现在我们是要求x趋近于3 所以在3这个地方呢 这个函数呢 有没有定义它值是什么 跟我们的极限值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上下可以把x-3给它消掉 好 我们只在乎怎么样 这个函数趋近于3的函数值 在3那里的值 跟我们的极限值是没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上下把x-3消掉以后 这怎么样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这个函数的极限值 所以现在我们相当于求x加3的极限值 好 那x加3是一个多项式 好 这边 我们可以利用极限值法则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做 也可以利用前面一节呢 多项式的极限值怎么做 就是直接把3带进我们的x 用直接的带入法就可以了 所以3带入x里头 我们就发现3加3是什么 3加3就是6 所以这个极限值就等于6 好 所以这个题目就解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呢 跟前面我们讲的一个例题 是类似的 是同样一个函数 但是刚刚前面那个例题呢 我们求的是右极值 这边我们求的是左极值 当x趋近于3 从3的左手边逼近的时候 这个函数的值会趋近于什么样一个值呢 也就是这个函数的极限值会等于什么呢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函数 好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函数 当x趋近于3 从3的左手边逼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现在x是一个比3 稍微小一点点的数字 非常非常接近3 但是比3小 好 所以我们观察这个函数的分母的部分 x-3的绝对值 x-3是正的还是负的呢 x是什么 x是小于3的 x是小于3的 一个小于3的数 减掉3 是正的还是负的呢 是负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用绝对值的定义 我们知道 x-3的绝对值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取了这个绝对值 以后呢 它的值就是负的x-3 x-3是负的 所以负负得正嘛 绝对值的值是正的 好 所以现在这个负x-3是一个正的数 好 所以我们很轻松的把这个绝对值 把它改写一下 改成负的x-3 好 那同时呢 我们把分子的部分 x平方减9 把它分解一下 你知道9是3的平方 所以呢 这边可以分解成x加3 乘以x减3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 上面x减3 下面x减3 我们可以把它消掉 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x 趋近于3 好 的时候函数值会趋近于什么 所以在3那里 函数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我们的极限值 是没有关系的 好 所以把它消掉 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求极限值 所以消去以后呢 我们看 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求的 就是负的x加3的极限值 这个极限值跟我们前面 这个函数的极限值会是一样的 这个函数所趋近的值 负x加3所趋近的值 跟我们原来这个函数趋近的值会是一样的 那我们又看到负x加3是一个多项式 好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利用前面多项式 怎么求极限值呢 就直接把3带入x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3带入x以后 我们就得到3加3 6 这样子我们的极限值就求出来了 好 跟前面一题比较好 在3的地方的右极值是6 我们发现这边呢 不一样啊 在3的地方的左极值是负6 是不是 好 这题就这样子解 好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题 在这个例题里头呢 我们要求x加3的平方开根号分之x加3 这个函数的极限值 当x趋近于负3 从负3的左手边逼近 那意思也就是呢 我们要求这个函数在负3这里的左极值 我们观察到 当x趋近于负3的时候呢 分子跟分母 会同时的趋近于什么 趋近于0 是不是 非常非常靠近0 所以似乎我们在这个阶段 没有办法判断出 这个极限值到底是什么 但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函数呢 重新的整理一下 看它是不是在整理过后 会方便我们求极限值 我们观察到这个x加3呢 在分子跟分母 似乎是同时可以消掉的 好 我们再观察到这个分母的部分 x加3的平方开根号 其实就是x加3的绝对值 如果x加3是正的话呢 你把它平方开根号 就是x加3 如果x加3是负的 那你把它平方开根号以后呢 就会是负的x加3 因为负负的正 所以这个道理跟 取x加3的绝对值 是一样的道理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母的部分 重新写成x加3的绝对值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 当x趋近于负3 从负3的左边逼近的时候 x是一个比负3小一点点的数字 比负3小一点点的数字 加上3 那绝对值里的东西会是正的还是负的呢 好 你想一想 x如果是比负3小一点点 好 就相当于负的3.0000001加3 负的3.0000001加3 是不是负的0.001 所以绝对值里头的东西是负的 这时候我们取 x加3的绝对值的话 我们就把它写成什么 负的x加3 因为现在负的x加3是正的 负负的正 这样子绝对值才是正的 是不是 好 所以 这时候 我们看到分子分母这个x加3 就可以消掉 好 消掉 消掉以后 好 我们就得到负1 负1 负1 这个常数函数的极限值 就是这个常数函数它自己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一题就这样解出来了 好